國門快要開放了 但配套跟得上嗎 有遊客發現 入境填寫的健康聲明表 竟然一直沒有滾動更改 停留在3月一人一戶的規定 但3加4 6月就已經上路 9月1號開始 後面4天 可以更改地址不用通報 讓人懷疑 中央真的準備好了嗎 指揮中心 應該要拿出你的準備工作 告訴國人 你的配套是什麼 這個我得了解一下好不好 觀光事業系副教授 黃正聰表示 國慶日有很多僑胞旅客返台 10月初會陸續開始入境 來台的行程 航空公司調度機位 都需要事先作業 儘早宣布是比較好 旅遊業者則是認為 0加7只是入境檢疫限制 真正有幫助的是 取消禁團令和增加入境人數 禁團令呢 你是不是應該要一併解除 因為每周人數的上限 所以它的班次常常都是客滿 所以這個每周上限的人數 是不是應該要一併的 來滾動檢討的來放開 旅行業同業工會理事長蕭伯仁說 現在只有台灣大陸北韓 還有入境檢疫措施 期盼提早開放接軌國際 打3G的能夠壞栽又是 negative的不用0加7或者3加4 國門即將開放旅行業者 已經感受到旅遊市場活絡 目前的機票銷售狀況其實非常火的 平均漲幅大概2到3成 歐洲縣是非常熱門的一個航店 日本的一個詢溫度也非常的高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海島型的國家 提早宣布是好事 但相關的配套措施 能不能跟上腳步 更考驗防疫團隊的執行力 記者林晴瑩 王一仲 開連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 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